美特种部队如何训练台军 美媒作战人员得事先掌握当地语言和文化 优先选择台译成员 近期以来 美国媒体接连透露 美军派遣特种部队前往台岛训练台军的消息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25日报道了 美陆军特种部队绿色被连帽成员轮换部署至台湾 帮助训练台军的内幕消息 其中 第一特种作战大队专门负责印台地区 该大队人员被轮换派驻台岛内执行训练任务 今年5月 美国防部负责特种作战事务的助理部长 克里斯托弗迈尔 在美参院军事委员会的听众会上表示 美英认真考虑派兵协助台湾提升作战能力 美军特种部队可在台传授如何防范敌方两栖登陆 或其他保卫台湾所需技能